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四张字 我一定是要深谋回去的 但是 首先 我不知道大家讀了多少 我就真的用一个好像读心经 金刚经的心态 真的慢慢看 我搞清楚暂时到这个阶段的事情 我当然用烂人包 当然最烂就是几句讲完的 不要这么烂 北京就叫做节目 说什么呢 就说这两天突然爆出来的 就是张柏芝和前经理人 余玉卿 那个违约风波 你的我 我就你那个 首先我们讲讲张柏芝 张柏芝近这十几年 他的风文就不是那么好 他一开始又跟那个朱永棠 经理人有吵吵 然后就向太 陈南就好像帮了那件事 后来又跟陈南有吵吵 OK 跟着呢 根据这段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经理人是什么 以及什么时候去签约 现在就知道 余玉卿 在2011年 即是他已经13年前了 就签了一张经理人合约 我想大致会代表他 在那个阶段 即是2018年 到2018年 到2019年 那段period里面 演艺事业的所有东西 可能是唱歌 电影 或者其他东西 现在又突然走出来 我其实不知道这些事情 现在又有这样的风波 首先要搞清楚 有些人就说 一个跟一个吵 可能大家又不对 跟两个吵 都可能不是一 跟三个吵 每个都跟你不多 可能是否真的有些问题 这个是很想当然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是可以100个人都说你hike 而你事实上不hike 而是他们hike 是有这个机会的 当然这个是相对小的 而且现在的数目也没有去到100个人 我们可以提 WordPress 除了经理人的风波之外 似乎很多有其他艺人 跟他合作过 之后 都不再次 tej合作 似乎他那个 厚度就沒有說了我的名字 但是你知道他正在說他的 劉德華的人就知道 似乎他的態度 表現 都是很 令人頭痕的 但是這個不排除 我認為他真的是浪費 在演藝界你不要進行業 其實 我真的覺得他在這十幾二十年來講 看《最後期劇之王》出來 他真的是天才來的 如果說做戲 我不說唱歌那些 他真的是天才來的 如果大家看到今天有人貼上他 早年做了一套《白藍》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的 他其實真的是 很好 他真的是天才來的 他不是這樣 起碼別人這樣說 報道說他的態度是這樣的 是那麼散漫的 我想他真的會得到那麼多 得到現在很多 他現在是不是很少呢 我不明白了 不會說 劉華雪 他現在跟他前經理人 余玉興 對駁工廠 余玉興向他索償4000萬 簽約 定金和賠償 還有近日 余玉興 我看看他是甚麼人 他說甚麼創作人 他的音樂 我不認識他 還創作了一首他自己唱的歌 《異犬之名》 《異犬之名》 內容令到網民猜測 你是不是講張柏芝 余玉興 接受訪問 大嫂張 柏芝的筆史 《異犬之名》 其實我有歌詞節錄 但我有節省時間 歌詞節錄 我節錄 我都不讀了 大家 可以 上去網上看一下 我看他應該用廣東話填 因為我沒有聽的歌 因為 那些音樂都是對的 有傳媒就問 你這隻《異犬之名》有甚麼意思 他說 余玉興說 是一段 故事 2011年他幫一個人 暴難關 當時他認為應該是正確的 現在回想 當然他覺得很失望 很蠢 他說至今他仍然 清楚記得 2011年當日的情景和對話 但由於當中涉及 很多重量級的人物 所以暫時 不斷透露那麼多細節 他說 當時有人 不惜自己說自己 我是一頭忠誠的狗 為了贏得他的同情和信任 於是他心軟 在三天之內 就給了4000萬的簽約訂金 為甚麼 因為要救那個人 在水火之中 訪問入面 他現在沒有說那個人是張柏子 盧玉興說他跟張柏子合作經歷 經歷 是很失望 憤慨 他還用過河秋 拆橋 忘恩負義 這幾個形容詞來形容張柏子 他說 如果有 朋友在難關之中出手幫助 應該感恩 但是張柏子就反其道言行 在言談間 他還透露 燈臣蕭若元 一早就說過張柏子為人反骨 預言 他們兩個 即是 余玉興 和張柏子 一定打官司 結果這次 他不是燈 他真的中了 這一波你就明白了 你不聽腦蕭言 又吃虧就在眼前 OK 其實 很難說的 當時認為決定 就做當時認為決定的 如果真的有人 是忘恩負耀 易過河秋版的 喂 那你就可以從法徒徒 又或者 你就有時候真的不吃虧的 就當成一個教訓 你沒有辦法的 他的入品狀是說什麼呢 這個余玉興的入品狀就說 在 2011年的7月10日 他和張柏子簽訂了 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 根據合約概要 他 余玉興 就會單納張柏子 全球唯一經理人 8年 他同意向張柏子支付4000萬 作為四部有 余執 余玉興 替張柏子 接電影的片酬 我們看看 8年經理人合約 他給了4000萬作為四部有 余玉興替張柏子接拍的電影片酬 即是 張柏子是1000萬一部電影 我這樣理解 沒錯 為什麼肯預支給他 因為 另一條片是8年的 全球經理人合約 我不知道 不知道在這裡沒有說到他們的經理人抽成多少 我當作抽20% 30% 張柏子除了在8年裏 除了這四部電影之外 我猜猜他會有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可能價格慢慢 8年一年 3千萬 8年就2億 如果他抽成有20% 4800萬 30%就可能 7200萬 他現在就佔資了4000萬 作為他這四部電影的片酬 張柏子竟然可以有1000萬片酬 我也很雅耳 在2011年 當然 這個應該考慮 在大陸的市場 另外 在一年之後的 2012年 5月16日 他又簽訂了 和張柏子簽訂了 張柏子兩部電影片約的合約 張柏子答應了 拍這兩部電影 所以他也再向張柏子 給多276萬 276萬是一部138萬 不要緊的 因為 其實 可能張柏子最後收的片酬 是 不夠 1000萬買 一個比例給他 訂金 我們對電影行業的理解 總之到時 4000萬戰資一定賣到數 不要緊的 雙方也在2014年7月 簽訂了 全球獨家演藝經紀協議 補充合約 取代了2011年那個經紀合約 如果大家簽了這份合約 大家同意的話 應該是在2014年7月中簽訂這份合約 就replace了 現在不是有條件的 就replace了2011年簽的經紀人合約 但是 張柏子 日品壯是這樣說的 就沒有根據電影合約去出現那兩部電影 於是他就要求張柏子 你要首先 歸還 那276萬 片酬給他 張柏子在2015年5月底 開始違反經紀合約 於是 他 就向他追蹤 1000萬片酬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1000萬片酬 而不是4000萬 也要求他交代2015年5月至2019年7月9日所有演藝相關的收入 因為他由2015年5月底就違反了經紀合約 所以他由2015年5月底至2019年7月9日 2019年7月9日 是由2011年7月10日 簽第一份經紀人合約 去到8年 除了付276萬 為什麼要追到1000萬的電影片酬呢 應該去另外一套 是拍了的 或者他之前 我沒有說 有些 收入 是蓋了4000萬的部分數 他沒有給張柏子 可能不到朕來 不然就沒有理由追到1000萬 現在只不過是說他沒有理由2015年5月底之後 至於2019年 這是他的說法 我們永遠是不知道什麼事 其實我這個懶人包 只不過是大家去想 張柏芝 當然有回應 在 兩天三天之後 他就出發出4點聲明 他說 由2011年開始 張柏芝 唯一經理人 是香港 新亞洲娛樂聯盟集團有下公司 這間公司 在2013年 8月21日就被香港法院頒領清盤 余玉興 之前也自行退出了新亞洲公司 而有關的訴訟 正在香港法院進行之中 這個 就沒有關係 唯一經理人公司是香港新亞洲 娛樂聯盟集團有下公司 但是根據張柏芝 大家怎麼說 余玉興 就是 在 新亞洲公司 2013年8月21日被人頒領清盤的時候 如果真的頒領清盤 這個是沒有法人理位的 余玉興就退出了新亞洲公司 但是他跟 張柏芝簽的東西 我看來看 都是什麼 張柏芝全球獨家合約 什麼張柏芝經理人合約 究竟是 用 余玉興子的個人名義 還是 他所說的新亞洲公司 余玉興公司 找到你的位置 又不定 這個是我一面想的 因為如果用新亞洲公司 新亞洲公司 雖然他沒有在新 他已經退出了這間公司 那麼我就可以乘機 不理行 會不會有人這樣做呢 不知道 2014年7月 余玉興偽造公章 以張柏芝女士 經理人的名義 擅自對外簽約 張柏芝已經針對該違法的行為 發出了律師涵 而這次的第三點 這次余玉興的行為 即是作歌 就嚴重影響了他的聲譽 OK 我一定會告他的 我們針對這個 小紅書雙判 余申相伴 小紅書賬號 余申相伴 即是余玉興的 小紅書網 那個什麼 另外 他說本工作室 現在正在告相關的主體 OK 包括但不限於網絡用戶 自媒體 媒體等等 一定要立即刪除 和停止傳播 包含 詆毀 誹謗內容 涉嫌侵權的歌曲 言論等等 一路嚇鬼 這一四點 張柏芝的回憶 好了 現在我覺得 我們很難去理解 永遠都是公書公 各說各有你 但如果今天又再發表聲明 他說 很簡單 他說第一 二點 他不會說 他說 在2014年 7月11日 他用AEG Entertainment 和張柏芝本人 重新簽訂全球獨家演藝 經紀合約 補充合約 在2014年 這是 AEG 不是他說 新亞洲娛樂的集團 第二 他說 他當時 和張柏芝 和張柏芝的代表律師 和另外一個 叫做M.A.周靜儀的四人 有一個會議 在2014年 這個會議 最後 合約 得到張柏芝小姐 親口確定身效 而他也有 錄音檔 他說 如果是有勞空檔 他說 而且已經記錄了作案 作了情供證供 所以張柏芝公作出 所發的聲明 是跟事實不符的 當然他就除了這個 不符的聲明 又要再去 保留這個法律 去搞 但是 新民心那句 我真的覺得很浪費時間 你只想一件事 張柏芝可能去過重心 這十年八年的發展不是在香港 他有什麼突出的表現做出來 這十年 八載 不上我 只是這件事 我就已經浪費得太緊要了 他曾經有過 或者現在這個人覺得他很漂亮 有這麼懂得演戲 你又叫做你喜歡的小朋友有三個幾件 是不是三個四件 三件 另外有三個 三個 另外一個說不知道是誰的老爸 唉 難道老蕭今次終於不登 好 再見